各位賓民們好 記不記得這四個SIGA FIER SPORTS的手錶嗎? 上次有條影片介紹了最左手的兩隻 即是冷靜與熱情之間 一個冰藍面一個紅色面PASSION RED 今次就想主打介紹另外兩隻 更加像軍標Field Watchers的手錶 例如這隻只有39mm左右 厚度加上NATO帶就16mm左右 錶藥錶藥是47mm 我最喜歡的可能是這隻 全黑色的造型 24小時圈不能轉 不跟之前介紹左手邊的兩隻 而現在指著8時 GMT手錶指著20,即下午8時 可以獨立調校GMT針 上次也提及過 機身跟上次兩隻一樣 四隻都一樣可以獨立調校GMT針 以及獨立調校日力 日力亦是黑色 很配合黑色的表面 但黑色可以看到有些質感 這個質感亦配合黑色的NATO帶 總之很酷 做透底的 給大家看看 10個巴士 100米防水 機身打磨當然不是最高端 不過也沒所謂 因為平時戴NATO帶 其實也不太看得到 給大家看看夜光 Lumibright 3針 加上GMT針 小時刻度也有 戴上7吋的手腕 加上黑手套 黑色 真是帥到白 今天的裝束 真的非常配合介紹這隻手錶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當然它沒有用鋼帶 或是用船串外圈 不過我覺得這隻簡簡單單就是尾 給大家看看 記者號碼 以及機身打 大家看看CR34 其實除了黑色的版本 還有這個鋼帶的版本 不瘦鋼圈 不瘦鋼色 再加上鋼帶 有少許不同 有些標明都喜歡鋼帶 但我自己喜歡 Field Watchers 加上NATO帶 皮帶 都可以 亦戴上手 因為它加了鋼帶 感覺上比剛才黑色的 還挺多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Reference number 亦給大家看看 有興趣 可以上網再找資料 這四隻當中 唯一是這個黑色的 配上NATO的皮帶 定價都看到了 其實上次大家都看到了 其實 黑色這隻 定價剛剛是3000以下 其他 是3000以上 大家如果對這些標明有興趣 都可以去到 佐敦與華國貨的榮記標行查詢 總之你說看過這個頻道吧 總之右手邊這兩隻 其實都是2000多元 我覺得這個價錢 買到SEICO的手錶也不錯 我覺得這隻黑色的 四隻當中 其實是我最喜歡的 當然 冰藍 和熱情紅 其實是通成限量版 右手邊這兩隻 不是特別什麼限量版 但我反而就是最喜歡黑色的 不知道大家的選擇如何 你也可以告訴我 你喜歡冷靜 還是 PASSION 火熱 還是黑色神秘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不同品牌 例如SEICO 支持地區小店和我拍片 還未訂閱也麻煩大家訂閱支持 對我來說真的有很大的推動力 看到最新的手錶 都很開心能夠和大家立即談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拜拜